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航空工程学系的一个设计 我是Dr.Mu 我最主要就是我自己都是poly毕业的 所以任何叫做入学的问题 或者叫做这些study的environment 你想知道清楚呢 随时可以问我的 那我就讲一下背景 我undergrad和博士都是poly的 那我去了新加坡做了几年 回来就服用这个部门就是航空工程学系 那我自己主力研究就是民航工程那边会多些 但如果你说大家对航空航泰都有兴趣 我都可以尽量解答你们的问题 因为好像今天大家都挺踊跃 如果有任何问题 记得我会尽快讲完这个设计计 我们多一些互相的沟通 那有些什么问题呢 尽量提出 因为我估计大家有相同类似的问题都想知道 那我们就尽快进入所有的背景 那我们有多一些交易 我希望半个小时可以讲完前面的部分 我只剩下半个小时 我就多一些互相分享和交通的环节了 好 我想今天也有不少学生 中学生 很简单做一个小设计 有哪几个是对机师有兴趣的 机师行业 一个 两个 都有十几 都差不多20 有没有空中交通管制有兴趣的 空中交通管制 一个 飞机维修设计呢 飞机维修设计呢 都多哦 都差不多十几二十个 那就 卫星呢 卫星设计一个 还有 无人驾驶导航系统呢 无人机呀 无人船呀 那些有一个两个 OK 那我大概知道大家的基本背景 那今天主要大家都对叫做航空工程 文航工程都有相关兴趣的 那我其实刚刚都很概括地说了 我们这个设计 毕业生出路是有哪几个大类别的 当然会有些细节的 我会稍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就 在这个部门就服务了四年了 那我一直都 take care of 我们两个major的program 一个叫做 Avation Engineering 航空工程学 一个叫 Air Transport Engineering 民航工程学 简单说AE或ATE 那我这个后面再说 那我们部门名呢 就很特别的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al and Aviation Engineering 你横观整个世界呢 都没有几个部门 将航空工程 就是航太航天的东西 另一边就是Avation 就是民航 放在一起的 那我们这个program 是非常非常专门的 读到的 那很多都会将这个航天航太 放在机械工程学的 但是这个我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真是完全针对 你们的career 是往航空航天 民航这三个方面 主力发展的 OK 那这些我都不会再多说的了 你都大概都知道 三跑已经转动了 那现在有两条跑道 operate 有一条 中间的跑道 就等到系统改变 在2025年呢 三条跑道会正式落实的 那跑道而已 和你们career 或者整个经济 有些什么 航空业有什么关系 多了一条跑道 有什么好处 是的 可以承受的客流量 会越来越高 另外一件事就是 那反过来 你多了一条跑道 那些客户不会自己飙出来的 是不是 我不会说 因为你这个机场 有三条跑道 有四条跑道 有五条跑道 就来多些香港的嘛 那我的概念是什么 为什么香港的机场 和民航 还会有多一条跑道 需求 这个很重要的 那香港位置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 关注南中国海 那我们就靠中国 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有港珠澳大桥 那接着海运 它会带南中国的乘客 来到香港 这是陆路或者海路的方法 另一种方法 他们坐飞机来到香港 再由香港去澳洲 叫做印度尼茨 纳西兰 或者是英国 等等 他会用香港来做一个合 其实呢 香港机场是一个比较特别 有位置就可以过来前面坐 不要有位置就坐 那令到香港呢 就非常非常特别 那他们经常都会和 香港会和哪个机场 经常都做比较 新加坡嘛 那你觉得新加坡 有没有这么优天独厚的优势 没有 你觉得他们那些马拉的人 会来新加坡再飞出去吗 很少很少会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香港机场 和香港的地理位置 有这个叫做 永恒不变的优势啦 那我们其实帮 很大部分的人口 去接合全世界的 通过这个航运 那国际的优势 大家都知道的啦 中国、印度 他们人口都是最多的 这两个 那当然还有一个大幅 就是美国啦 那就是其实 在这个叫做 东海这一边呢 我们最主力 印度啊 中国这些人口呢 非常非常之够 去到West那边呢 就是美国 那所以其实 美国和叫做亚太区呢 这两个航空发展呢 航空发展区呢 美国是一个主力的航空发展区 香港就是 基本上是 亚太区这边的 那这里很简单 展示了一个图片 给大家看看 大家知道香港就是这里啦 这里是如何 去接合不同的国家啦 那这叫做 geographic support啦 就是 runnery 只是一个现象来的 或者一个叫做 需要设计的东西 但是背后呢 都是一路这些不同的 facility 港珠澳大桥啊 叫做 这个ferry啊 都是帮助我们 接合不同的航空发展区 去到香港再飞出去 那呢 有没有人去过新加坡的机场啊 Tonji airport 你觉得最 Tonji airport最棒的地方是什么 如果和香港机场比较 有没有什么印象啊 有没有印象呢 新加坡的机场呢 中间他有四个terminal 中间有个很大型的商场叫 Jewelry 然后有个瀑布洒落来呢 每个人都当我们是景点 然后去到之前 或者叫做 离开之前 都去一去过商场 然后就离开嘛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啦 那这方面我们香港是暂时 比较弱势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来着 都会有不同的新发展 大家都知道的啦 我们现在机场就想要这个 City airport 转做一个叫做 Airport City 他又想呢 将这个叫做 机场呢 变成一个机场 一个城 这样的意思 大家都会知道 就K11已经起好了啦 那现在T2又正在建啦 那现在来着 就会有几个新的酒店啦 还有有几个叫做 泊车的位啦 其实他都想将这个 机场呢 变成一个城镇区 好处就是什么呢 那你来到香港 你不用去东宗买东西 你在机场全部搞定了 那来着呢 他就提供这些便利 给不同国际的客户 那无论是在 客户量也好啊 Retail也好啊 甚至这些叫做附带业务 都要上升得非常之高的 那11 Sky就最近开了啦 那来着都很多 很多restaurant进驻了啦 那他有那些叫做 里面可以show啦 有好像有流冰场啦 等等的东西 那其实他就想将整个机场 变成一个叫做 叫做很巨型的shopping mall 吸引多些passenger 来到香港啦 不如来等多一两个钟 在这里做消费啊 演出离开等啦 那他这个模式就跟新加坡 参支Apple很类似的 那虽然我们叫做迟了四五年起步啦 但是我们都在掌握着这个flow的 那后面这些跟你们行业相关会更加多的啦 那其实在机场旁边呢 已经建好了啦 这一栋物楼大厦 内地材料 他们基本上好像佔了四至五层的 那他们就将这个叫做淘宝 你可能在淘宝买得多啦 但是有一个很强大的物流需求叫海淘 外地人 譬如是说澳洲啊新加坡那些 那些华人呢 他们会在淘宝买东西呢 先来到香港海运 又香港那边呢 再空运过去他们那个国家 那这个叫做海外淘宝 或者叫海淘 那所以呢 这个物流方向呢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business 的啦 那可能对物流行业相关的朋友仔 都会大概知道这些少少背景啦 那我纯粹给多些info你听 那航空业不是说只是机司 Air traffic control 或者航空公司的 还有物流 维修 regulator 等等 就是民航处 很多很多不同的opportunity 那就另外一个我们的program 比较特别啦 我想大家都听过啦 我们跟国泰航空公司 就签署了一个叫做联合训练的协议 那我们是帮他们一年训练 这个satistic meta update 我们帮他们训练240个cadet pilot for ground theory 他在这里做完地面训练之后呢 他们会送去Aderlea 或者是美国的aerogard 再做飞行训练的 那现在都知道这个行业需求 然后机司的需求都非常之缺乏啦 那很大的原因 一个就是疫情一定是最大的影响 没有人入行 那第二件事可能会问 以前都这么多机司啦 那叫他们回来就行了啦 那怎么没有这些事发生呢 其实很多机司就离开了香港 在疫情期间呢 很多domestic flight 在澳洲啊 欧洲啊都仍是operate的 那其实很多机司都离开了香港 基本上都不会太远远回来的啦 那我们的价值又没有他们这么比较的 那所以啊 所以呢 其实造就了一个好处就是 当然另外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呢 我们呃 香港航空界呢 都希望培养 这种旅行的机司 希望他们慢慢进升啦 到他朝年就存够那些 四五千就变成航空界 或者再继续就变成航空界 那其实我们想培育这些旅行的人才的 那这个也都是 不单是香港的所有航空公司 政府都有这个 vision 那我们就和国泰航空公司 一起去做这个program 那当然这个program 就和我们academic program 是分开的 你毕业之后去apply cadet pilot 那他们就会决定 诶 到底是他们自己训练 还是送我来polyu训练的 那这个是一个叫做比较特别的program 在其他所有大学学院 是没有这类型的operation的 有任何问题 我们稍后再问这方面 如果有想再知道 那我们去回今天的主题 就今天我们这个program Avation Engineering Scheme 在这个industry 很特别的 拿个 degree 就不是一路永远的了 你后面还要去进修 拿些牌子增值自己 甚至你可能会考虑 读一个master degree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 会有很多不同的license require 这里都是列号 pilot 维修 你要维修 签一架机 它可以飞 这个都是需要一个license air traffic control 甚至就是airworthiness 识航性 现在最近都有叫做UAV airworthiness engineer 在民航署里面 诞生了一些新的职位 我们有一个学生都在这边做的 但anyway 为什么需要license 我想问 牌子有什么用 或者为什么需要牌子 reason behind 其实想说回航空业 或者叫航空界 我们非常体重的一件事 就是安全 我们需要 我们的engineer 是要专业 他专业 不是就是respect 他自己的skill set 而是他 responsible for所有人 你是一个机师 你后面背着二三八个乘客 你有什么事都是你要负责的 你希望他们save take off save land 你as an engineer 你要确保一架机 签的时候 他是完完整整 没有问题 交付给航空公司 他可以飞 可以 operate 所以呢 其实我们在航空界里面 有一个 我们是看安全是非常非常重的 甚至给一些叫做 少少背景 我问你了 纵观所有和交通旅行相关的意外 航空业是最低的 最高有文字是哪一个 交通里面哪一个 产生率率是最高的 蛤 车 做一个再高一点的 不过香港就少一点 单车 单车的意外是最高的 然后就是驾驶 去到海运那些已经低了很多 航空界是最低最低最低 为什么会做到这件事呢 因为我们将法规 安全性 你的专业 摆到最高最高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学生要求 都非常高的 不是说你拿了一个课程 你就已经是专业 不是你需要相当的进修 拿了设计 成为设计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 拿了一段时间 人工加了 你会帮到责任 这个是你自己知道的东西 但是你要想想一个原因 背后 因为你帮的责任多了很多 这个是我们行业里面 当然最特别的 nature 可能在其他专业都比较少见 当然你说MTR CLP 都是类似的 我们叫做工程师的专业资格 当然民航处 他们有自己的 要求的 这些专业 有些什么专业我不多说 我想大家都会知道的了 有什么问题 在专业方面可以随时再问 我去到今天的气浴 就是我们今天的设计 我们的设计 我们的设计是航空工程学 学试组合课程 叫做组合课程 其实它有两个不同的出路 一个叫做航空工程学 有一个叫做民航工程学 我稍后会讲两者的分别 其实学生 如果你是JUPAS GCEIB 你一进来 是进入年1 你一进入年1 就在年1进入这个设计 然后你去到年3和4 你会决定选 Avasion Engineering 还是Air Transport Engineering 航空工程 还是民航工程学 这个图也很概括 告诉你 你进入年4年的生涯是怎样的 第一年 我们会再建设 这个Math 和Physics Foundation 你在DSC IBGC 学的Math Foundation 其实也是普通的 但我们想你学一些 与我们专业相关的Math 和Physics 有点些Nature 或者教学上面 有点些不同的 人家教就教Pure Math 但我们想学Engineering Math Engineering Physics 这个在年1年你会学到的 我们都会给一些 叫做Aircraft 和Avasion System的 一些General View 比如民航工程的Regulation 法规 国际民用组织的功能 ICAO 甚至是民航处 C4Avasion Authority 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 你会知道 第二部分 就是Aircraft System 一架飞机 怎样飞得起 它的液压系统 它里面的电子系统 你都会学到一个 很普通的概念 去到年2 很特别的 你会看到我们会学到 Electronic 和Computer Engineering 这个是学科的 各别的 人家mechanical 就只读mechanical 我们不是 我们要求你有mechanical 的知识 要求你有Electronic 的知识 你亦都需要 懂些计算 不是说你要去到很专 但你也要去到 一个基本上 因为一架飞机 控制不是好像 我们说 駕駛飞机 你都要知道 怎样 operate 要入多少油 等等的东西 它液压系统坏了 你可以怎么处理 它后面一套的机械工程的邏輯 你都要有认知的 去到年3、4 就开始分流了 其实在年2的时候 你已经选 你想做航空工程 还是民航工程 我等一下会说 两者的分别 然后去到这位 就毕业了 另外就是 譬如说 你Juplus 失了手 但我对航空很有兴趣 那我怎么办 我是不是已经进不回你的计程 我是不是一定要去Juplus 不是的 坊间也有很多不同的 副学士 或者高科学士 和高科学士 在HKCC 就是香港专属学院 就是PolyU 另外一个高科学院 HKU Space CityU 甚至BetaU 它们都有副学士课程 和航空相关 它们都有的 我们都可以 如果你成绩好 你可以进到这儿 就是Year 3 通常它们的计程 都是两年的 当然 或者两年 或者两年半 然后你进回 这个叫Senior Year 就直接进入AE 或者ATE 就直接进去 好处是什么 前面两年的Foundation Training 一进来又是两年 加起来都是四年 都是四年 所以今天 就想给大家 Juplus 成绩是什么 也不知道 但是对航空业 有兴趣 就保持着 就算失败了 你仍然有很多选择 可以来我们 去到汽浴了,兩者有什麼分別? 這裏我不說太多,這裏是我們的課程隊 那些收分的東西我稍後都再講 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英文3、中文3、Level 2 in Math 然後Level 3在另外兩個選擇 那如果你是CNA INTECH 你要一個ASOL Degree或High Degree 是Related to Engineering Discipline的 我們有收學生是High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或是Electronic Engineering 當然我會收得比較多就是 Avation-related High Degree JuPAS 方面 都近幾年因為疫情 我們的成績都起起落落的 大家上網都會看到的 疫情最痛苦的一段時間 我們收到18分 18分就是minimum threshold 整個大學最低最低的分 之前疫情我們收到19至20分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這個計劃比較新 我們開了7年而已 是一個很新很新的計劃 你比別人的機械和Electronic 三十幾四十年五十年歷史 我們沒有的 我們只有7年 但無論如何我們會嘗試努力 去保持我們的Alumline Network 幫大家入行 那時候我們是19至20分 疫情跌到18分 疫情都兩三年了 保持了一段時間 去到後面 現在就上回去了 上年的數據就是21.3分 大家心想 21.3我為什麼要入這個計劃 這麼高我入去C4N 不好 但無論如何 這個分數我都很體現到 有一群學生對航空業很有興趣 疫情有幾個不少都是rejuper 再等一年再報 這個分數 我都沒有預期到 但是我覺得明年都會跌下來 我覺得都是20至21分左右 上年是一個很特殊的個案 21.3 我都會跌回到20至21 最多學生除了問這個 平衡的成績之外 你還會問什麼呢 會不會有什麼科目會加分呢 M1 M2 Physics Chemistry By All ICT 都有一點點 bonus mark 即是你拿的四分 譬如你Physics拿四分 我當你Physics拿四分 跟一個人讀Geography拿四分 是不是一樣呢 你的四分跟別人的四分不同 你的四分就好像是大約30% 1.3左右 你五分又會再乘1.3 Ratheal又會再倍增 五星星就會越來越多 OK 這是一個參考人士 讓大家知道這個配數效應 其他課程只有7分 尤其是有10分 這個基數 這是我們後面的技術 你大概記住 就說relevant的課程 比重會多30% 比重會多30% 這個列表在這裡 Combiner Science 都算的 但是這些數據 你上網都找到的了 各位小朋友就報告給你家長聽 這些數據也有在網上的 除了這個Best 5 有等待之外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都很常問的了 萬一我中文英文差了怎麼辦 有沒有人有這個關心 有啊 沒有啊 我們Polyu有一個叫做 Flexible Admission Arrangement 就是叫做 假設你數學成績非常好 但是英文真的不太專長 或者中文真的不太行 那怎麼辦呢 其實你都可以按照apply的 我有一個叫做 Flexible Arrangement 就是我們允許你中文或者英文呢 低過我們這個 minimum threshold的 我們最低是 我們的 threshold是三分英文 或三分中文 你其中一科二 我都有機會收到你 那都是有幾個 criteria 你一定要其他這些科都非常非常之好 math physics 或者剛剛講的這些 relevant的科 你要高分 四分五分 五星就最好 五星星就更好 那還有一個 criteria 就是呢 你的 average score 要比我們上你Flexible Arrangement 收分高一分 我們上這個Flexible Arrangement 是十九分 即是你要拿到 如果你中文英文呢 其中一科都逛下了 但是你best five都有二十分以上呢 你也有機會入多了 你這個program的 明白吧 這個有些複雜的mechanism 如果有些關心 我們after這個sharing 你再過來問吧 那讀些什麼內容 我不說太多了 其實你去聽任何program talk 都是講這些的 你會讀些general的東西 後面才會再讀些很specific 和航空航天有關的東西 那我們最特別有這個 industrial training 我們會放你去workshop 做polyu的IC industrial center做training 給我多些working experience 另外一個requirement 就是你一定要在這四年內 做internship 我們會盡量去航空業 找不同的internship position 給大家 但是大家都要自己主動去apply 那麼 沒有他的 我們不希望畢業生 CB是什麼都沒有 你有internship experience 再找工作 其實幫到你好很多 相比一個完全全白子 除非你說你自己 first class honor 你說你沒有那麼多internship experience 都ok的 但是我想從general cases 盡量幫自己 accumulate多些record 譬如說internship也好 exchange也好 我們都是非常鼓勵的 好了去到戲肉了 到底兩科正在讀的東西 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general的東西 我剛才都很概括 說了 year 1 2讀的內容 這些內容都available online 你都可以上網運回來的 那你會看到很基本的 maf physics 航空系統 文學系統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omputer programming 等等的knowledge 你都可以 year 1 和year 2 會讀到的 那到year 3 和4 就開始分水嶺了 一個program 就叫做 avation engineering 航空工程學 我先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 航空工程學 就很完完全全 focus 在一架飛機自身的設計上 飛機 無人機 它的動力學 它的hydraulic system 液壓系統 你怎樣控制一架 你怎樣幫它設計 一個無人系統 你怎樣去避障等等 你都會學到這類型的東西 這個在avation engineering 完完全全 就在aircraft的mechanical design 裡面去做這個 這個教授的 那會學到的內容有些什麼呢 譬如叫做 Aero dynamic 一個飛機 怎樣飛 機翼的設計 我們不止是fixed wing 這個叫做fixed wing 我們叫做民航客機 即到翼不會動 high wing low wing 這些都會學到的 那去到有些新型的飛機 譬如無人機 現在內地說得很流行 剛剛E航就批了它的Air taxi 可以做維修 可以Airworthy去飛 這個低空經濟 都會將來在這個大灣區 都會有potential發展 香港可能需要慢一點 香港高樓大廈太多了 飛Air taxi Helicopter都相對之危險 但是 在未來一定會出現 那你會學到 一個機翼設計原理 飛機的材料 設計 你都會學到的 因為飛機越輕 當然越好 越輕的好處 就是用少些油 但問題是 我又要輕的同時 我又要這個飛機的結構很堅固 就算有隻小鳥撞了下來 你不會覺得飛機會穿了 你純粹可能有個印 有個印在這裡 後面再維修 其實已經在證明 這飛機的結構是非常堅固的 你都會學到這類型的 包括製造材料和材料組合 令它能達到這類型的 又輕又堅固 雖然它很昂貴 但是它可以保障乘客安全 去到控制系統 怎樣擁有飛機 怎樣飛 它的飛行力量 這些都會跟它的油耗有關 你都會學習到的 當然一個最重要 除了拉打之外 滑行機之外 基本上所有飛機機 都會有它自身的動力學 Propulsion System Flight Mechanics 引擎系統 Jet Engine Pistol Engine 的理念 你都會學到的 這就是它在Year 3和Year 4 會讀到的東西 剛剛除了比較偏機 其實你會看到 為什麼我要讀法規 這個行業這麼特別 我明白我讀的東西 跟飛機設計有關 我讀法規來幹什麼 剛剛都說過了 我們所有的飛機設計 都要根據民航署的法例 有些國際的慣例 IKAO的指引 其實它都有一個 國際標準的 你要明白 一架飛機的結構 或者引擎 我們都有一個很統一的法規 有一個安全是需要達到的 所以你要明白背後的 適合性和發規要求 這些你都會學到的 這個就是 什麼關於 飛機設計 至今有沒有對 這個系統有問題的朋友 有需要 可以問一些 詢問 沒有的你先記住 我們待會再去到 Q&A了 另一邊 AIR TRANSPORT ENGINEERING 這個就叫做 民航工程學 你會學到一件事 就是一架飛機 你想想 你自己 機師坐在那裡 你飛到很高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自己 現時的位置 你不可以靠眼睛去看 我知道我現在在哪 你在地面就知道 我現在站在那裡 我知道我現在在FJ303 POLIU裡面 但如果你在一架飛機 飛到天上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現時的位置 你飛到幾個 不知道 你怎麼做 只能靠儀表系統 告訴機師 你現在當下的飛機 的狀態 飛行速度 定位系統等等 這些都是你要學到的東西 就是我們叫做Avionic System 航空電子學 在香港也有這個業界 存在的 有不少公司都在 這個叫做 航空定位 移錶設計等等 去服用不同的航空線 這就是航空後面 背後的一個業界 如果你想知道多一點 你在Laptura 或者在我們的航空操作 我們的幫助員 都會告訴你 如何去讀這些 航空電子系統 另外一部分 就是在這個 完全沒有 無人機 無人的民航客機出現之前 我們都必須要有航空機 有機師 現在大家知道 一架民航客機有多少個機師 兩個 對 Pilot Flying Pilot Monitoring 一個是做飛行 一個是做溝通 Flying 我就做決策 一定是航空 另外一個叫Pilot Monitoring 他就負責監測飛機的狀態 和避免ATC溝通 他溝通完 告訴 Captain Dan 我們現在有引擎 你給我一些提示 我應該要怎樣做 他有兩個不同的功能 有人一定會有什麼出現 有人一定會有錯誤 錯誤是很難避免的 在這個地點 我們叫做Human Factor 給大家一個想法 基本上 超過七成的航空意外 都是人位相關的 其實在這個業界 發展了五、六十年 很多跟機械工程 電子系統的錯誤 其實已經是越來越少了 我們越來越多用AI的系統 有些更加優勢的系統 其實跟機械相關的失敗 非常非常少 或者我們用維修的角度 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是呢 叫做Human方面的ERROR 是不避免的 有一部分我們可以做 就是我提供多些訓練給你 每個機械 每年你都要去做RECURRENT訓練 確保你面對NG failure的時候 你知道你要怎樣做 但在程度上 有些ERROR都避免不了 我們在這個program 你們會學到 怎樣study 一個training program 或者怎樣優勢 一個叫做PILOT training 我們會用一些 比較科學的分析 不過其實在工業是比較少用的 我們其實現在會分 我們現在在RESERF角度 就會比較偏重的分析 到底一個PILOT的背景 他衝動不衝動 或者跟他的決定 我們可以在大腦方面 看到相關的 或者是Biometric sensing data 這類的東西你都會學到 這類的東西你都會學到 顏洞儀這些你都會學到 這些後面 這個就跟Air Traffic Control有關的 除了人之外 另外一邊就跟Operation Management有關的 假設你和航空 你幫你現在在航空公司做Fight Dispatch 或者叫做Flight Plan 我現在決定香港 我當你是國泰 你香港飛UK 飛倫敦 你決定一個星期飛幾班機 是不是一天一班 一天兩班 還是一個星期才有三班 這些後面就跟 跟Course and Benefit有關 你要知道你的 乘客的需求在哪裏 你現在現有的機隊有多少 你可不可以飛那條路 你怎樣幫助公司去 除了省油之外 你還可以幫它 減少利益 你希望每一架機都坐滿 這類的東西 跟Operational Research有關 有些是Mathematical那邊 但其實中指都差不多 減少利益 或減少利益 這些類型的就是 怎樣計算 Altentive Route Lending Decision 怎樣減少油耗 你也會學到的 PinOperational 有多一些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 area 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那 記住一件事 就是 我們不是訓練你 成為AI助理 你想成為AI助理 就是 維碎理工資 to data science department 那為什麼我們會 把AI使用我們的 學科學的系統 另一樣你要知道 就是說 未来将来你避免不了任何新的技术 在你的业务上发生了 我举一个例子 现在有很多图像分析 认识机、认识机在什么位置 有什么好处呢? 我可以知道他们两个有没有机会撞 如果他们撞的时候 我会不会停止一个信号 叫他说你可以先停止 你前面有架斜拉的行李 你不要撞起来 你撞起我的机 Surface Robot 大家都会看到越来越多 Soul Day Robot 都会看到很多 现在我们有服务形式的robot 都在机场里帮助 还有智能轮椅 自动轮椅 这些都在香港机场都有 甚至在飞机维修里 都会开始多用地面的车 无印机去做辅助维修 他就不用整天搭架 搭完架三天 查完没事 送走他 拆架有三天 但你放个无印机上去飞一飞 半天就完成了 这些都是新智能系统 现在正在发生的 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 不是说叫大家要做智能轮椅 但是就是一件事 你要工作在这个航空业 你要知道你有什么新技术在 有间公司卖你的智能系统 他跟你说这些东西是三千万的 但是可能成本 你知道的技术不是那么难 一千万搞定的 你不会被人欺骗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节目 你会学到这类型的 到底有什么新智能系统 在这个航空业 你会知道的 基本背景 这里后面就是最后 和最重要的一个 飞航性 航空安全 那边 到底是一个引擎 我怎么去决定什么时候维修 比如说相关航空法规 我一架飞机 每年要什么时候 renew 我renew 的时候 或者要续航 我们叫做CR 飞 续航性 那这些东西 如何去跟民航主 去沟通 有什么文件要申请 这些法规 你都会学到 在我们这个设计 Flight Sim 这里不展示了 这里就待会可以在 Lab Session 的时候 待会可以到我们的Lab 我们会用展示小的飞机 和A320 Flight Simulator 这个是旧版 我们之前是三天电视在 现在是用了完全投影的了 都欢迎大家去Lab 去看看 不懂得开 无所谓 至少进去感受一下 我们的Facility 咦 到底我们的Support 都挺多的 这里是会学到的东西 我都大概大概概括了 Air Traffic Management Operation Research Human Factor 如何计算一架飞机的油 安全性 法规等等 你都会学到 Air Line Air Port Management 好 两个Program 简单介绍了 除了Program 做什么 我经常鼓励学生会做一件事 你有机会去 你无论进入我们的Program 还是不进入我们的Program 也好 Polio的Program 我们鼓励学生去做交易 它会支持你的机票 你可以做贷款交易 你不会离开 你可以住的学生堂 你要给的东西就是 生活贷款 更加在这个Program 我都极力推崇 大家去不同国外交换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第一件事 很现实的了 香港因为疫情 其实你在石江军营那边 你已经飞不到Glider和定日机了 那边已经变成了 是Military的Air Space了 以前还有这些定日机可以飞 但是香港已经越来越少 但是你在澳洲 欧洲 你给二三千元 其实你可以飞一个滑船机 飞一个Glider 你Fixed Wing 你就算去旁边坐多 你起码坐过 体验过 有些可以隔着Flying Hour 等等这些经验 国外给到你 香港给不到你 但是我们有的东西就是 提供支持你去外国交换 你同时去做这些不同的体验 那我每年都有很多学生 都在做这些东西 除了那些 我说的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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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这里 我们和很多不同的System University 我们有合作的 你在他们读完的课程 都要带回来 然后这些好几个例子 滑翔山 定日机 我们有几个学生 趁了交换的时间 有两个去加拿大 就是考换了滑翔机的飞机牌 那当然他无他 就想存一些记录 后面做机师 他都说 我也有少少飞行理论 已经学习过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美国 或者法国 有波音 Airbus那边 他有不同的航空展 现在珠海也有航空展 我尽量都会安排给大家 但是其实海外的航空展 都非常非常精彩 鼓励学生多些去 除了交换经济 我们很要求我们学生 有手机的经济 譬如这个 待会你去LAP 都会看到的 这是我们学生做的 我看能不能播放 可以搞四星点 两条播完都可以了 刚刚说的 无人系统 会在未来 现在我们部门有 staff 再小声一点点 帮着美专做 无人机送外卖的系统 几天 用无人机送外卖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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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也要人细 完全不需要人造 全程 反忍 就是你你们 放太大 等一下 无人机 另外我们 Poly UAE rage 我们有个小 состав 地方 做个飞机模型设计比赛 这个比赛有什么特别呢 每一年 在美国都会举ク köt 一个全球大赛 每间大学只能能出一队 设计了一架飞机 它比题目 세 每年都不同 你要试一下一架飞机是会飞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团的叫做Flying Cup 里面 去学生设计完的飞机是有scratch 物料啊 怎么锯板啊 怎么控制飞机啊 完完全完终 那我们的Professor 都会带着你去做的 不是说你自由发展 我们会按照以前的经验 教你继续延续这个project 每年我们都参加比赛的 这个美国大赛 我们会贡献机票 找航空公司贡献你的机票去美国去参加这个 那大家猜猜这一架机成本多少 有没有想法 随便说个数据 你觉得值多少钱 一万 有没有觉得十万以下的 有没有觉得二十万以下的 高过二十万有没有 三十万一架 我们刚刚说的一架飞机很轻 用的东西是Compose 其实这些都是成本非常贵 还要学生做第一架一定会坏的 第二架都坏的 每次都炒的 第三架才会成功的 就是我每年都超过一百万 这个不是一个单一架努力 我们是整个组织 和学生一起去玩 一起去做的 那这些其他活动 是让大家知道 我来到这里不光是读书 我会给更多一些工程 设计的技术 当然除了设计上面的东西 交易 我们都有很多叫做 工程 民航署 飞行服务队 因为我们教的人 不是我这些 我就是academic track 就是doctor title 但是其实行业 有很多做了十多二十年的高手 head of engineer 他们退休 回来教 我们有退休的 captain 回来帮忙教书 都有的 我们这个program 在其他program 几乎在别人的program 就看不到 很多的program 都是纯粹academic 你可以说教的东西很虚 我们这边就两样都有 我要你有critical thinking之外 你也要知道工程中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找一些行业专家过来 他不是只教几堂 是整科都教了 这是我们program的设计 比其他不同 当然有一个背后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和工程中 有一个很强的network 他们才走过来帮我们教 这些叫做student internship experience 国外国内香港都有的 这个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只有一个学生 就去了一年的波音 的一个internship 疫情的时候停了 我期望下年也会复苏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experience 有三个月在国泰 有三个月在Haco 有半年在美国做internship 都挺好的 在美国那边做internship 天文台也有的 我们去年很幸运 有一个去天文台做internship 大家都知道天文台不是预测天气 有什么跟航空有什么关系 航空气象 也是一个很特别的area 其实天文台有一个forecasting team 下面是一个专门 是for aviation那边的 航空那边的气象的部门 预测部门 你的飞机你转远一点 天文台也告诉他 天文台也告诉他 也告诉他 所以其实在航空业 天文台也有跟航空有关的行业 career talk 这些我们前个几年 去到airtropic control town 看他的360度 airtropic control town simulator radar sim 和他们的flight sim 等等 我们每年都搞不同类型的wizard活动 让你在毕业前知道 你有什么career option 那工程师资格 大家都知道 Become an engineer 第一件事 你就要一个engineer 你要start with engineering degree engineering degree 毕业 这个degree必须要在香港IE 香港工程师学会认证的 那我们的program 就是给香港工程师学会有认证的 那你就可以继续去scheme A program 很多不同公司 有这些不同的scheme A program 给你在两至三年来 become engineer engineer 你可以sign off一架飞机 或者你可以做 take more management role 这个是engineer 里面一个比较高的status 除了scheme A 如果你不是行scheme A 你要累积五至七年的经验 你才可以变成engineer 但是我们的program 是recognized by Hong KongIE 但是我们的program 这个大家都最care的了 alumni 我们的alumni 去了哪里 这个很brief给你们看 有一个民航处的aeronautical communication officer 有一个在GFS 飞行服务队做直升机的机师 他现在在澳洲训练中 半年后就会回来 服务回政府飞行服务队 一年 几年才会训练一个 这个是很rare的case graduation engineer 如果你对一些飞机设计 飞机卡边的设计 很有兴趣的 国泰我们每年都只有六个位 我们有六个毕业生进去做 机师 大概 cadet student 大概二十几三十个 其他不同的subsidiary infantry fight ops department 在air line 都有二十个 MRO维修方面 都有二十个 engineering trainee maniculum trainee 我们都有学生在做的 那啥得啥得啥 如果我到时 我对航空业务 真的进来 但读到一下没有兴趣 那我不是已经绝路了 又不是的 我们的航空工程 因为训练了 你有mechanical skills 其实你是可以去 我们是有mechanical的牌的 我们是有mechanical的 所以你可以去MTR ROT那边做的 那这个也是 MTR的一个engineer 因为我们的program 因为我们的program 有mechanical这个牌 机械工程 所以机械工程的公司 你都可以做 那还有些学生 就去了这个data scientist那边 那这是我暂时收集到学生的去向 因为我们一年收到100个学生 那这是学生的report给我们听的statist 这些都不多说了 那大家都给大家知道 都是more or less the same cadet program 各地的graduation engineering program 是吗 叫做ground service 的management trainee 在香港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叫CAE Hong Kong 就是flight sim support engineer 他提供一些飞行的 模拟器训练给航空公司的 那engineering trainee 和AMT 我们也有 在heiko 里面 那还有些学生 会讨论了 那 scholarship 这些都不多说了 因为进来 我都会和学生 brief他们到底有什么opportunity 那让大家很简单知道的 香港政府对航空业和海运业 都有很多全力支持的 有一个scholarship 叫Hong Kong Efficient Scholarship 那个scholarship 十万元 你一年给学费四万二 你拿到这个scholarship 就是你有两年多的学费 是你自己盖上的 为什么政府给你们这么多利用 他现在有个要求在背后 毕业之后 你一定要投入回航空业 要不然这十万元是要还的 那大概要做一年左右 对航空业有兴趣的学生 或者你做了 cadet 其实已经自动复达了这个要求 难不难拿 不难拿 GPA 3.0以上 就已经拿到 我们的基础是4.3 很简单 还有不同航空公司都有 或者ground service company 都给我们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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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会看到的 有任何讨论 你随时可以电邀我 我叫 Dr. Wu 很简单 你去Google Poly U AAE 找到我的背景 有什么问题 你电邀我 general inquiry 你可以问这里 aae.info at polyu.edu.hk 这里就很简单我们的 Program Background 多谢大家来听今天的Program Talk Poly U AAE 3 1 1 1